来 马上就好啊 你自己不吃啊 我要去上班 这样也挺好的 白天我在家里索索去上班 晚上我去上班 索索不出差的话 也会在家里 你多少放心一点 那今天晚上就我一个人哪 你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 索索明天就回来了 他会在家里的 今天晚上 你就自己刻苦一下好不好 女孩子家晚上不安全 你要是有个什么事 那我怎么办 奶奶 我去上班了啊 你吃 那我送送你吧 不用了啊 你吃饭 我送你出去 顺便下楼走走 奶奶 你吃饭 吃完饭再下去走走 乖啊 乖 那你注意安全啊 早点儿回来 早点儿回来 爸 你在哪儿 我在香港广场 你在广街啊 我找到新工作了 在一家设计公司 今天要上夜班 真的 那 恭喜你找到新的工作了 谢谢啊 你还好吗 挺好的啊 好 那 你明天打给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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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真的没事啊 什么呀 如果你有什么事 你开口 我马上出现在你旁边 谢谢你 不要说谢谢 说你爱我 我爱你 那先这样 拜拜 拜拜 蒋南孙是吧 叫我大罗 你好 跟我来 坐完了是吧 对 对 那边 我们今天要坐 进了工地 就要带着安全帽 进工地 记得带安全帽啊 新的 新的 谢谢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老徐 来了 这是蒋南孙 你好 你好 不是 老徐 他手机就有七个工人 今天晚上就都归你管了 图纸你看过了吧 我有收到 那你们 你们继续 我还有点事 先忙去 好 行 那你慢着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新弄的 这个背景墙位置 然后这个图纸 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刚搞好的 你看一下 那这里呢 这个是 是今天我们准备做的事情 然后还有这个位置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就是你今天 这第一天来 我想我还是陪陪你 谢谢啊 行 那我们大家一起看 对 你看啊 这些 这些 咱们已经完成了 但是咱们今天晚上要做的呢 是这款 也就是那儿 开了吗 对 飞鱼 咱们从下午一点 这都喝到天黑了 咱们差不多了 咱们就再等等啊 没准叶景延就赶来了 老叶没来 朱小姐 钢子 你们替他喝几杯吧 要不这样吧 我哥哥走了七年了 咱们就喝上七杯 也算是怀念一下 你这个老朋友 飞鱼 这酒是应该喝 但是你让我喝这么多 我喝不了了 那就是朱小姐帮忙嘛 别 别 老人让女孩替我喝去 放这儿 王总 你看小鱼替您站台 那我今天 我来替翻蜜站台 我跟您喝呀 怎么你不等老爷来了 不等 不过你要是喝多了 我 我是很乐意送你回去的啊 我来 我来 好 还是那个缸子 好 别喝了 别喝了 叶总 叶总 缸子今天是实在是太高兴了 这喝的有点多 大概是现在不能接你电话了 这样吧 我一边等你 一边再和朱小姐 我们再认识认识啊 来 来 来 把范秘书 扶一下 扶一下 扶到旁边那个房间 然后找一个沙发 让他躺一躺 慢点 慢点 去吧 慢点啊 找个人照顾一下啊 小心点 小心点啊 杠子还是那熊样 前台 帮我问一下谁开车来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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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送 我自己开 给我车药药就行 尽快啊 尽快 朱小姐啊 我要是叶景岩 我赴汤蹈火 我也会过来的 如果四个小时 叶景岩还没到 你这样 你别 别 别跟他混了 到我这儿来 我这儿什么都好啊 工作好 工资好 做什么都好 还有 我一定比叶景岩 对你还好 谢谢王老板 你看啊 现在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是不是 还得等四个小时 那咱们 外联有意思的 咱发现时间 我很乐意啊 来了 小鱼 划拳你会不会 你要是不会的话 你的那些什么兄弟什么 那几个什么兄弟啊 你会不会啊 你呢 小鱼 在 陪朱小姐玩好 明白 我 我不太行啊 我也不太会 来 朱小姐请 一 二 三 二 十 二 十 小鱼可以啊 来 我给你 来 一 二 三 五 一 二 三 十 来 十 这 再来 再来 一 二 三 十 你哪年的 不久一的 属羊 生日呢 八月八号 八月八号 哦 好好 好 那谢谢叶总 这个就我拿去还给客户 谢谢叶总 我觉得这特别适合您 您要不要试一试 小月啊 最后一把啊 来 看着我 最后一把啊 来 王老板 你让小鱼回去吧 他不行了 你这样也不行啊 你就在这儿看着 你也不玩 咱俩玩一局啊 我真没想到 你猜拳这么厉害 我跟你说不是我吹啊 我这人除了学习不行闻 现在都还行啊 不能说还行 都很好 很行 很好 非常行 来 把小鱼给扶一下就来 喝喝喝喝 陪朱家姐玩好 朱家姐 跟小宋玩 小宋是哪儿 小宋玩的 你小宋 活活 活 来来来 我背了 来 来 我啊 一二三 十 我说 来 一二三 小宋 还玩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 我的人呢 谁 朱所所 范金刚 他们 别担心 都好着呢 你这个小女朋友真是太能喝了 把我那么多兄弟全给喝趴下了 他们在哪儿 你坐下嘛 着什么急啊 你说你这大晚上得戴个墨镜 你这是唱的哪一首 最近闹了点眼疾 我怕你看着不舒服啊 哦 那可惜了 哎呀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你 二十多年来整我的叶景颜 摘了眼镜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你说错了 我做生意 从来不整人 别跟我说别的 人呢 哎呀 我佩服你 这种时候你看你都 嘴不软 这样 你不就是喜欢我脚下这盘地吗 你也知道 这块地大家都在抢 你志在必得呀 为了这件事 我这秘书天天在我耳边说你 哎呀 这块地 这块地 叶景颜 叶景颜 耳朵都快起奖子了 为了这块地 你不惜让你的小女朋友 还有范秘书 一起来做我的工作 我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你的诚意 我刚啊 我跟范金刚说 我说 你到我这儿来混吧 我给你的代语 绝对比叶景颜好 范金刚说 我不管是什么代语 我也要跟着叶景颜 还有那个小女朋友 你不好奇 那个小女朋友 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他对你的评价 甚至是让我怀疑 你呀 还是不是我认识的 那个 那个叶景颜 我本来以为 他就是你的一个 刀养的一个小女朋友 他跟我说 你像他父亲一样 甚至是胜过的亲爹 哭着跟我讲啊 你知道我这个人 我最看不得 这个小姑娘哭了 说实话 我这个心里啊 我当时就软了 我就在想啊 哎 要不就算了吧 可是不能算呢 叶景颜 我哥哥的命没了 我搭上了一条腿 这个丑货的报啊 你哥哥死你断腿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断腿跟你都没关系 命跟你都没关系 老叶 你甭讲那么多 这块地 我看在你今天这份诚意上 我让给你 但是 你在前面 做我的局 毁我的那三桩买卖 你得把亏空给我补上 我不为别的 我不要这块地 但我要止一口气 汪总 本来呢 我们集团 确实是诚心诚意地 想要这块地 甚至 不惜把浦东的一块地 和它置换 现在看来没什么必要了 你这么喜欢 它是你嘴里一块肥肉 又是风水宝地 如果我拿下了 你就说 我又在整你 这样吧 这块地 我们让吧 人呢 人在哪儿 天都亮了 天都亮了 是 是 是啊 本来应该请你吃个早饭 但是我才赶回去送我儿子上学 就不好意思了 这么辛苦啊 让我太太都说会儿呗 反正我已经熬到现在了 回去正好叫这小子起床吃饭 送他 你去喝茶 那你赶紧回去吧 谢谢啊 昨天陪我忙了一夜 这你客气的 你是新人应该的 赶紧没事的时候 我带你去个花室看看 你能给我提点意见 我又不是学美术的 怎么好意思给你提意见 你对色彩的感觉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有天主 没有压力 下楼跟您打车 回家睡觉 下个公司见 下楼 苏索 苏索 醒了没有啊 走啦 我们进来了啊 谢谢啊 谢谢啊 我们谁都不能等叶总 叶总我来保护你叶总 谁都不能碰他 秦真美 不可以 你 苏索 你怎么来保护你 苏索 你就演吧 好好演 苏索 起来吧 哈密 在哪儿啊 演 接着演 苏索 你来了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开玩笑 你不知道 翻蜜你被喝趴下之后 我就想说这样不行啊 这样我也得倒下呀 然后我就想了一招 你知道什么吗 我跟他划拳 我跟你说 我在酒吧打工的时候 划拳置骰子 我就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 我从来没有输过 然后呢 那然后您就来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被您 然后你赶快起来 我在车上等你们 昨天啊 多亏了叶总 单刀附会 要不然不知道出什么事呢 为什么 那块地拿下没 这种让给他 让给他什么意思 这都是好多年前的恩怨 你就别掺和了 赶紧说说说东西啊 我门口等你啊 我可爱 快点 快点 一点自己抬车 开去乘出来的 上车 那我付啊 安全带 您自己的车呢 您自己的车呢 4S店 司机呢 我没让他再来 四百多公里 你一个人开车过来 没事 本来想让你跟范密 到现场学一学习 没想到 让你们遇到了危险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是真的学到东西了 值了 真的 而且我跟范密 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遇到了就晚了 你说你一个人跟他们拼酒 他们有多少人啊 你拼得过吗 还有你 我本来以为 你浴室会冷静的 结果呢 让你过来 是让你喝酒的 你喝醉了 朱索索怎么办 不 这事真的不能怨他 真的 范密他已经非常照顾我了 而且他是为了 替我挡酒才喝卦的 你还能够喝卦的 其实我昨天就知道 您肯定会来救我们的 我无非就是跟他们 拖延拖延时间嘛 而且那个王总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就像我父亲一样 他还真信呢 离公司 还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你们要是困了 就睡吧 范密 一会儿你送朱索索回家 让他换身衣服 再来公司上班 我知道了 叶总您今天还要上班啊 当然 今天星期三啊 可是你都没有好好休息的 我没事 你要困了就睡会儿 那您注意安全 叶总 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吧 烧麦 好 太酷了 你每天都要买咖啡吗 我请你喝 不算加三 数洋 上个人 八月八号 这么巧 谢谢叶总 看你这点出息 你跟我出去吃个饭 没关系 你这 你吃得好 那么 老子 我都要了 没关系 你不该吃的 我觉得我会朋友 我想才能够起来 我去 SPOON 不然三个人 会不会吃的 就走 起来 要不要做 你吃什么 我去吃个饭 你吃什么 当一辆车消失天际 李太太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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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离 已经进步好多了 你怎么就起来了 多睡一会儿啊 没事 睡醒啊 这是徐州阿婆 楼下的邻居 来教我做曲奇的 我笨 怎么也学不会呢 妈妈学嘛 蒋奶奶 您是享福的人 老早是小姐出身 这些个粗活 当然您不会做了 不过 你奶奶带我去做衣服 她找的那个裁缝师傅 价钱便宜 你看看 这做工可好了 阿婆 用的 玩的 花钱的 你都问问奶奶 她知道的 这个挺好 我原来以为一辈子 就这么混混就过去了 要知道我就早点 学着做点家务 以前我们家的佣人 是一位扬州的 做的那个淮阳菜 好吃得不得了呗 毕竟您大半辈子 都是享福的 不像我一辈子劳碌命 早点有准备 后来不吃亏 我现在就靠这孙女了 也不知道靠得上靠不上 好 奶奶 我们是人不是神 是有人一辈子享福 但那毕竟是少数 我们普通人 有福就享福 有辛苦也只能云南而上了 我是你孙女 嫁就剩我一个人了 理应对你有求必应 但我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你也不要对我要求太高了 虽然我是晚辈 但道理是两头都要讲的 我不是已经在学做曲奇了吗 你最喜欢吃曲奇 不是吗 我下班回来吃 谢谢奶奶 谢谢阿婆 不谢 路上慢点 注意安全 李总 李总 这小孙儿 打把的 蒋奶奶 你夫妻好 夫妻好 坐 谢谢 找我什么事啊 工作的情况怎么样了 去了一家设计公司 不用出差 都要上夜班 我帮你点了牛排 你还要再看看其他的吗 不用了 我都可以的 上次见面之后 我一直在想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 什么意思 那我直说了 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冒昧 说吧 我也喜欢有话直说 如果你单身 还没有合适的男朋友 但是你又在考虑结婚 找一个可靠的对象的话 我愿意成为你的候选人 开玩笑吧 我没有时间开玩笑 我有老母亲和一个七岁的儿子 我再婚的前提是 必须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所以 我们算是有共同的需求 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可以给他们好的居住 教育 医疗条件 而你呢 可以继续读书 同时也会有时间 照顾老人和孩子 您好 您的菜 谢谢 请埋怨 但是 我知道 这听起来像是在谈生意 你现在还年轻 你心里的婚姻 是和爱情 度假 各种浪漫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我 并不是说这样不对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经历的 但是在我看来 婚姻更多的更长久的 是合作精神 因为大家都很忙 我觉得我应该直接说出我的想法 而不是用其他的方式 把我的本意包装起来 谢谢你 李先生 谢谢你的直接 如果说今天这顿饭 让我改变了之前对你的印象 甚至说 我会喜欢认识你这个朋友 但都是因为你的直接 所以我也直接告诉你 我能明白你说的婚姻原则 但我现在还不能接受 并且立即着做 当然 你不需要现在立即接受 我打个比方 就像是做生意找合伙人 你在寻找你认为合适的 我在寻找我认为合适的 几年之后 如果你没找到 或者说突然因为一些原因 你愿意跟我合作了 你还是可以来找我 我明白了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这真的很像谈生意 我们可以经常交流 你也可以尽可能地提出你的想法 我想说 我们有机会再合作 没问题 期待合作 要不要跟李叔叔握下手 来了 您好 请问您是蒋男孙吗 是 这儿有个您的快递 来 谢谢啊 这是哪里寄的啊 上面都写着的 国外寄来的 来 您帮我签收一下 好 谢谢啊 别客气 老板 这么快就到了 那你那些行李是怎么回事啊 我打算搬回上海 所以我就把我这边的行李 整理了一批先寄回去 你要搬来上海 对啊 你又不留下来陪我 那我当然搬回去找你啊 那你那边的工作怎么办 我很快就处理完了 怎么样 开不开心 让你为了我那么远跑来 我觉得责任重大 你放心 我不会要你负责的 好吗 我不是说这个 那你说什么意思啊 我不会要你娶我的 好了 先这样啊 拜拜 拜拜 见叶总 有点怪怪的呀 没有啊 我觉得挺正常的 多可爱啊 走 索索回来了 奶奶 奶奶 奶奶你做什么呢这么香 我在做曲奇 做曲奇干什么呀 徐州阿婆教我做的 我试了一下 好像还是不行 奶奶你别做了呀 我就上场跟你码就好了 不是 买的买又自己做得好 你去公司啊 马上才去 这两天都业吧 好了 走了 我可挺好累死的 我让奶奶学说做点事情 否则她真是一辈子 一来伸手翻来张考 我们要是不在家 那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我觉得如果能一辈子 一来伸手翻来张考也挺好的呀 我一定要跟你说 是我为我老板英雄救美的事 你说叶景阎啊 她要是想找女朋友想要结婚 不会单身到现在的 她那是作为老板的担当 不是什么英雄救美 换了你是别人 她也一样会这么做的 不一定的 醒醒吧 徐小姐 别做梦了 你说叶景阎她为什么不结婚 她不结婚 肯定不是因为一直在等你 我觉得吧 你应该是缺叫的 你睡一觉 你脑子清楚了 我清醒得很好不好 我得赶紧把衣服换 我还得去公司呢 你别乱来啊 很丢人的 我是去工作 我能去干吗呀 我还挺想我老板的 杜佐佐 我最后最后再敲打你一句啊 不许乱来啊 我要睡觉 来 吃点东西 果仁儿 几点了 索索说她要过十分钟到公司 我是问你 几点了 三点二十 让你说对了 真是不应该让她去 原本想让年轻人出去锻炼锻炼 见见世面 看来是考虑不周啊 不 我觉得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简直是出人意料对吗 那一会儿开会的时候叫她一起去 我在想是不是 给她安排点其他的工作 杨柯之前说如果可能的话 想把锁锁调到她那边工作 或者是让她回销售部 继续做销售 也让小姑娘赚点钱 帮我想着想吧 有事吗 找我有事吗 我没找你有事啊 那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回来了就没事了啊 去 照常工作 小姑娘被吓坏了 她 错 公司里胆子最大的 就是她 我开门去 是哪位啊 奶奶 奶奶 你们是 你 奶奶 你还记得我们吧 我叫谢洪祖 这是小赫 对 记得记得 你们这是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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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这是你的好朋友吧 对 许总 阿婆 阿婆 你好 我叫谢洪祖 这是我好朋友小赫 我呢 是朱所所的男朋友 好好好 来之前啊 我跟我妈聊了一下 我跟她说 要么让我取索索 要么我就跟她断绝母子关系 然后就断了 所以我要来住几天 你们两个 不不不就我一个 我 我车不是还给我妈了吗 我就让她给我送过来的 奶奶 我陪你来住几天 我住客厅就行 这沙发就挺好的 你这动静 是一次比一次大 你吃饭了吗 还没呢 但是 我从我们家里厨房啊 带来了好多好吃的 有什么盐水鸭 还有鲍鱼 海参 干贝 反正什么都有嘛 你跟索索说了吗 还没呢 我准备 当面跟她说 显得隆重一些 估计等她回来以后 你就已经在这里 想见你家的房子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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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名车乘可贵 豪宅价更高 若为爱情故 两者皆可跑 你们听说没有 老板一接到电话 立马自己就开车过去了 四百多公里呢 范琴刚以前 跑各个街角嘎拉的地方 碰到了事情多了 也没看老板哪次这么紧张 所以我说 反金刚是顺带的 主要是为了那个朱锁锁 不要命了 弥完了 杨柯又对老板下手 不简单 不简单 谁在说我呀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闲聊呢 没说我 那说朱锁锁呢吧 对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说他也不行 我警告你们几个啊 下次再让我在背后 听着你们说朱锁锁 我说杨柯 我撕烂你们的嘴 听到了吗 天哪 你不知道那些人有多嫉妒你 气死我了 就他们那些口水 都够淹死你的 为了你跟范金刚 老板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们俩废了 全公司的千古大罪人 是我帮的范金刚好不好 不过也是啊 的确是叶总来帮的我们 说是为了你 连项目都拱手让给别人了 这事我泼泼冷水了 你要说老叶喜欢你的 有这可能 那要说老叶为了你 把项目给别人了 我觉得不是你高估了自己 就是八卦的人低估了老叶 这个事我跟你说 真的说不清楚的 那他们想怎么样 让我引咎辞职吗 现在槟城的项目在开会 发明说让我不要进去 那 干吗 暗示啊 我不走啊 我留这儿的 你太逗了 经历过一次出生入死 就这么热爱公司了 我说的是真的 我可以亲自跟叶总说的呀 不不不不 你在这个时候就得安静点 如果你现在去找老板 那么如果他不留你 他于心不忍 他留了你 那外面那些人 不更得交涉根了 我尽快去跟老叶要人 你要是不嫌弃呢 回来继续跟我做事 虽然没有销售那边挣得多 但起码有我招着你啊 你是我招进来的人 不能让他们就这样 把你给踢出去了 这责任我负 任孙 最近你听说你表现不错呀 大罗一直在给我夸你呢 这个职业之路呢 我认为其实也是一条 追随导师之路 虽然说 你在学校里是全游成绩毕业 但是呢 到了职场上 你还是新人一个 有些事得从头开始缺 其实说有一个导师 是非常有必要的 管理上有什么不懂的事 你就来找我 业务上的事呢 你就去找大罗 老陆 来了 这正说着你呢 你看 怎么样 睡得还好吗 白天睡得不踏实 还是两三个小时吧 挺好 状态都好 对 那我带他去会市见个客户 去吧 李总 蒋南村 你们认识 认识 这可太好了 考了半天都是老熟人 工作之外我们是熟人 工作上我们还是假以方 那是 那是 李总 就这点小事 让你手下的人 过来跟我们沟通一下 不就行了吗 他们说跟你沟通过几次了 但是改动的效果不太好 也试着跟你谈解约 但是你又不同意 我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能亲自过来了 都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都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解约不大合适吧 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 再深度地沟通一下 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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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